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暗區突圍 2K家族到底哪把槍最好用 暗區突圍 突擊步槍到底哪把槍最好用 就像最細暗區槍械盤點 突擊步槍第二型 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 H416突擊步槍 可以說暗區突圍中的槍中櫃子 原型為HK416自動步槍 是德國黑克勒科赫研發 HK416自動步槍 是以J36突擊步槍的氣動系統 在M4卡冰槍的設計上 重新改造而成 所以就解釋了 為什麼H4和M4長得這麼像 所以它在遊戲裡 比MCA1突一步槍好用不是很正常嗎 同樣是一把黑金的槍械 貴是真的鬼 好用也是真的好用 畢竟一分錢一分貨 MCA1突一步槍 是由美國科爾特公司研製 主要改進就是把原來的固定疾霸 改為了可以安裝 不同瞄準裝置的M1913導軌 而暗區的官方圖也就是這個位置 毫無疑問 這是一把黑金的武器 大家可以在拖曼塞德華那裡購買 雖然在S9賽季迎來了一波回調 但始終是H416的下位替代 但是論性價比還是很不錯的 雖然到不了T0級別 打個80回合還是可以的 目前在美國側種作樣部隊中服役 裝配於美國陸軍的油騎兵 真撒兵和美國海豹突擊隊等等 但VAL突擊不下 在阿比利時 國營赫斯塔爾公司 研製的自動步槍 全世界有90多個國家生產該槍制 足以看出它的好用程度 但虛重人氣可謂是高的一筆 譬如說沒有玩家不認識這把槍 並誰在北山還沒有被油門幹滾 基本上大家都會選擇短管法老的改槍妄式 並壓槍不太好壓 航管怕是只有油門上身才能玩得轉 AOG突擊不槍 科特的配槍 不太會改槍的新手 想試著好槍就可以試試AOG 雖然價格貴 但是需要改的地方不多 很多職業喜歡有直播也會用這把槍 激發傷害很高 而遊戲外這把槍反響也很不錯 是1977年 奧茲伊斯塔爾曼尼切爾公司 推出的軍用自動步槍 優點就是無槍托 塑膜 塑料槍聲 千里眼 魔塊化 1991年的海灣戰爭 達特阿拉伯和阿曼的參戰部隊 就使用蓋槍 MDR突擊不槍 沙漠科技公司生產 與AOG突擊不槍採用一樣的無托射擊 糖度比大多數散彈槍更短 現實中評價還是很不錯的 不過在暗區中 真不太好用啊 本來和AOG一樣 爛兇爛地 但是後來一起加強了 AOG直接封神 但是MDR卻沒什麼變化 子彈瓜長槍管貴 射速慢 五六萬億 這樣最期暗區槍械盤 我們先來講講AK系列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了 實際上就是AKM初級步槍 要說暗區AK系列大哥大 肯定非這款槍莫屬 別看遊戲里AK12比AKM好用得多 但論起資歷 他喊AKM一生爺爺都不會過 AKM的原型 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 那就AK47 於1959年開始被輸軍裝備 AKM自動步槍 在AK的基礎上 其槍口加裝了一個斜斜口型槍口自動裝置 來抑制槍口跳動 提高連發射擊時散步精度 這一點在遊戲中 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 也就是這個地方 這一點不得不誇一誇暗區 還挺還原的 雖然在遊戲里表現一般 但是這把槍在現實中十分好用 生產量最高 影響最大的AK槍 AK74N突擊步槍 而AKS74又出一步槍 這兩把槍我們放在一起做 那麼都是以AKM為原型改進的槍制 那麼最大的區別就是 AK74N的槍托是實心且不可折疊 而AKS74U出擊步槍是金屬可折疊 這一點我們看暗區中的槍械模型 就能看得出來 AK74自動步槍首次露面 是在1974年11月7日 的莫斯科紅場閱兵市場 後來逐漸取代AKM的存在 然後就是孫子輩的AK12出擊步槍 這把槍於2021年 它開始大量投入俄羅斯軍方使用 同樣由卡拉什尼科夫集團研制 無論在敘利亞戰場 還是俄乌衝突中 AK12都有著相當不俗的表現 所以單看外型 會發現AK12比前面幾把槍帥多了 跟幾位前輩看起來 才是區別很大的 這也解釋了 為什麼這把槍比前幾位前輩好用得多 但去喜歡這把槍的玩家也很多 綜合贊助能力可以打到80分的 最後就是AK102出擊步槍 別看名字像 它跟前面的幾位可不是一家人 只是在前輩子基礎上 由俄羅斯一芝馬公司生產的 發射北約標準槍彈 槍型明顯跟AK74N很像 主要用於出口 如馬來西亞皇家海軍射用部隊 而這把槍殺過人的都知道 這把槍根本不好用 遊戲中的強度跟AK70N化等號 最終說中規中矩 也就是及格水平